今天是北韓领导人金正恩 又发射飞弹来挑衅了 这到底是今年第几次来发射了 还有它到底是落在哪里 有造成相关的恐慌吗 要请教会员 好 没有错 来看到东北亚这边 北韩确实动作频频 而且在今天早上当地时间 6点53分的时候 南韩跟日本这边都侦测到 北韩又再度来发射飞弹 那推测这一次是属于IRBM 也就是中远程的弹道飞弹 而且如果是以今年 整个活动来统计的话 飞弹的试射活动就有13次 这一次是第13次 不过以弹道飞弹的试射来说 今年这一次是第三次 那么不管怎么说 其实金正恩的动作都很多 因为就在短短15天前 他还亲自督导了一个是 试射多管火箭炮的行动 而且在前不久 3月20号左右 事实上这一次的 在试射的行动当中 很多南韩这边的情子也怀疑说 北韩现在是不是朝着超音速弹头的武器来发展 因为如果说是超音速的飞弹的话 最起码你的发射时速飞行速度是在5马赫 所以在非常快的速度 对于邻国来说 就是更难以拦截 那当然危险性就更大了 而且更关键的是 其实南韩在4月10号的时候 就要举行他们的国会大选 所以其实今天看来也是大概8天后的事情 没想到这时候北韩又还来试射来挑衅 而且北韩在4月15号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国内有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 就是纪念他们的建国支付金日成的名单 另外在4月25号的时候 北韩国内也有要庆祝他们劳动党建军的周年纪念日 所以对于北韩来说 4月份有两个很重大的节日 北韩的习惯是通常在这些重大节日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对外做非常强硬强大的 一个武力的展示 甚至会让外界知道说 他们接下来的军队军武的外界的发展 会是朝怎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通常会是在这几个时间点上面 有这么大的宣布 所以也有看到4月有两个这么重大的节日 再加上4月10号又是南韩的国会大选 所以这段时间对于南北韩来说 这个情势是比较动荡的 好 接着是俄罗斯总统普琴点名 乌克兰是恐怖分子 但其实普琴本人遭到了国际通缉 那么到底谁是恐怖分子呢 最新无二战况要请教会员 好 这看到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口水战 因为俄罗斯还在调查 莫斯科恐攻的嫌犯 那么尽管说这个证据都指向了 是ISIS-K的犯案 他们自己也宣布承认就是他们做的 而且这个嫌犯通通都是塔吉克人 甚至也被查出说 他们当时犯案的当下 第一时间是要逃往白俄罗斯的 根本就不是像普琴所说的 是要逃往乌克兰 但是俄罗斯国内官方的调查方向 还是把整个矛头指向了乌克兰 现在普琴更要乌克兰交出 他们的安全局的局长 当然高层的官员非常的不满 他们就反向普琴说要搞清楚 到底谁才是被通气的那个人 因为普琴是在前两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 发布通气了 因为他被指控对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 所以他们又拿这件事情来宣普琴 才是国际认证的通气犯 现在反而还要来向乌克兰要人 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其实不管看到说 俄罗斯在调查莫斯的恐攻 还是说对乌克兰战争的方向 其实基本上他们还是都希望说 俄罗斯国内的所有不平静 都是指向乌克兰造成的 这个也可以让普琴 来推卸掉部分的责任 反而有助于巩固他的大权 现在看起来这一番说法 也同样是这个目的 好 谢谢会员带我们掌握 最新的国际脉动 而接着我们回到国内 要看到前总统马英九 昨天晚间和大陆国台办主任 宋涛来会面 而宋涛表示 两岸的同胞都是一家人 应该要多多的来往 而马英九则是提到了 九二共事的重要性 谢谢